富贵富贵显中求 乍看起来 投机交易非常简单 因为市场能做的事只有两件 区间交易或趋势运行 而且 波动指标还可以为投机客提供线索 帮助他们了解当前的市场形势 那么 为什么几乎所有投机客都赔过钱呢 原因在于 要想取得投机交易的成功 就必须坚持 做一些让心理上感到不舒服 或不自然的事情 为什么均值回归交易模型 会让人产生心理上的不适呢 2009年3月6日 星期五标普500股指期货明显处于熊市 且期货合约在创新底 不过我们并不能够从这张图中看出 那天的熊市情绪是多么的势不可挡 每逢周五 当我完成一天的市场分析 便会关掉电脑 打开财经频道 因为接下来的节目常常颇具娱乐性 2009年3月6日这天 两位市场专家在收盘后不久接受采访 市场通常会邀请一位看空人士 和一位看多人士 首先评论的分析师预测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将分别跌至5000点和500点 就在这位分析师刚说出500点时 另一位分析师立即将他打断 你再开玩笑吧 我本以为他一定是看多的 没想到他接着说 两大指数将分别下跌至2000点和200点 我瞥了一眼屏幕下风 确定不是自己头脑不清 不标普500股指期货 今日收盘报687.75点 我转念一想 市场已经跌至687.75点了 而现在连通常看多的分析师也预测 指数将进一步下跌到500点 这应该说明市场已经开始坚定了 果然 2009年股指低点就出现在那个星期五 采用均值回归交易模型的交易员 必须在压倒性的熊市情绪中坚定的迈进 或者在向17世纪30年代与金箱泡沫 或者2005年楼市泡沫那样的牛舍环境中 果断卖出 趋势跟踪模型对投机客的心理来说 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如果到琼斯宫也平均指数冲上1068点 创历史新高 那么我告诉你这是明智的 交易者会选择在这一历史新高的位置买入 可能你扫过左视图 发现仅在12周间 这一指数还低至775点 于是你将现在买入端设置在775点 试图在这便宜低风险的价格水平买入 获得更多收益 如此下胆 是因为你仅关注了资产的价格 而没有卓越于它的价值 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在1982年11月3日 上涨到1068点 当时的历史最高纪录 自此之后 我们先后经历了1987年股市崩盘 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 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次贷危机 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 最严重的新闻危机 以及大衰退 又叫大小条 不过道琼斯宫也平均指数一路飙升 直到2011年协作这本书时 这一指数再也没有跌回到1068点附近 对于采用军值回归模型 或趋势跟踪模型的交易者来说 那些看起来几乎不可能成功的交易 才是最赚钱的 我认为富贵仙中求 如果一笔交易令你感觉糟糕 甚至于感到一定会亏本 同时这种感觉出现的频率 超乎任何人的想象 那么这笔交易肯定会赚钱 相反 如果你感到赚钱是件很容易的事 那这笔交易失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贪婪与畏惧是人性的两大弱点 我们都无法克服 如果有人可以轻松抵御金钱的诱惑 而又不怕亏本的话 那所有人都能够通过投机交易赚钱了 但事实却刚好相反 成功的投机交易意味着 你赚了其他90%投机客亏损的钱 其困难在于 当所有人都认为 交易不可能成功的时候 你必须克服心理上的不适 选择进行艰难的交易 现在读者已经都知道 为什么90%的投机客会失败了 对于导致他们失败的心理偏见 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 以明确如何成为成功的投机客 以及如何更好地建立正向语气模型 完善风险管理 1979年 社会学家丹尼尔 卡里曼和阿莫斯格·沃斯基 在权威的有效市场假说之外 提出了前景和反射效应 认为人们在进行决策时 否定了市场参与者都是理性的 是非理性和存有偏好的 并会做出经风险调整后 效应最大的利润选择 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 进行了大量 关于风险和回报问题的调查 他们将调查对象分为两组 第一组 在以下两个投机交易或前景中 任选其一 投机交易啊 亏损3000美元的可能性为100% 投机交易必亏损4000美元的 可能性为80% 不亏损的可能性为20% 接下来第二组进行选择 投机交易C 盈利3000美元的可能性为100% 投机交易D 盈利4000美元的可能性为80% 不亏损的可能性为20% 结果发现 第一组调查对象中 选择投机交易B的比例高达92% 而第二组中 仅有20%的人选择了投机交易 D反射效应证明 人们在对盈利前景进行选择时 会规避风险 而对亏损前景进行选择时愿意冒险 这意味着所有人 包括成功的投机交易员 都无法摆脱微小利润的诱惑 以及对严重亏损的恐惧 那么成功的交易员有何特征呢 一般来说 他们都善于运用 基于规则的正向语气模型 强迫自己在进行选择时 摆脱贪婪和畏惧 成功的交易员必须学会接受小的亏损 并且让盈利不断扩大 或者像我对学生说的那样 你需要不断地问自己 我怎样才能降低风险 增加收益 虽然坚持正向语气模型 会让人产生不舒服或不自然的感觉 但我们却可以通过 利用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非理性 与心理偏见 取得投机交易的成功 本章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